好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河南郑州的奥体中心 来关注2021年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在一号场地进行的第二场比赛是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 来自辽宁北京的这个跨城组合李军会刘雨晨 来对阵浙江的西号男和陈旭军 这一次的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是已经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双打组合 可以在本次全国冠军单项赛上跨单位组合 这也是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一次非常好的练兵机会 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周建飞 感觉已经有非常久没有看到中国羽毛球队的双打组合 搭档亮相了 花球裁判是何雪盈 今天李军会和刘雨晨的对手西号男和陈旭军 两名选手都是00后 其实这一次的全国羽毛球冠军赛进入到正赛的很多选手 都是00后的选手 他们在比赛之前 有大部分的选手也是进入到中国羽毛球队 接受了四个月的集训 那这次比赛也是来检验这个集训的成果 昨天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这个正赛环节 男单的顾俊峰表现得就非常好 2比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进入到了8分之一决赛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比赛的转播来认识一些这个全新的面孔 好 这场男双 画面上方李军会刘雨晨 画面下方谢浩南和陈旭军 这个身高够高的啊 所以叫双塔组合 1米95的李军会搭档1米93的刘雨晨 比赛开始 0比0 刘雨晨先发球 上来就是抢发球 这个接发球接长了 这是界内球啊 界内球 李军会和刘雨晨整个的球是非常硬的啊 所以对手这种被动的挑球会非常有压力 中前场的争夺就会变得很激烈 李军会在中场的接球 这个挡网球没有分出去 这是陈旭军 2001年出生的 2001年出生的 撤发球 2比2 3比2 平球档 李俊慧的反拍推 后场的这种高球 这球出界了 所以这种球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首先要过两名选手的这个头顶 过了头顶之后 还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落点 难度就无形当中就变大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三 二 三 好 反发走 四 五 四 好 五 三 六成的一个软档失误 六成的一个软档失误 在全球羽毛球冠军赛的这个团体赛当中获得南团的冠军是浙江队 浙江南团决赛第二场的这个南双是败出了这个谢浩南和王毅律 但是谢浩南和王毅律是输掉了这个第二场的南双比赛 输给了韩城凯和何继婷 这两队南双组合在昨天的第一轮的比赛都是轮空了 所以今天的八分之一决赛是他们的首场比赛 也需要去适应一下整个比赛的节奏和场馆 发抢的争夺太激烈了 这种发抢的压力对于谢浩南和陈旭军来说会更大 杀一半 往前没有封住 防守反击 刘宇春在后场 收掉一拍 杀中落 这球年轻组合谢浩南和陈旭军打得非常的耐心 虽然自己的这个进攻 后杀前锋的这个战术没有打成 但是也很耐心的去由攻转守 最终是守住了这一分 李军慧和刘宇春也已经很久没有搭档打比赛了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一下 软挡一下 好球 软挡之后 对手被迫地挑起了后场的高球 李军慧的后场的杀球 也给刘宇春 带来了这种中前半场的杀球机会 杀追身 好球 李军慧的上网非常快 漂亮 这球陈旭军在网口上抢的也非常及时 随后谢浩南来到往前 也盯住了对手的回球 抢推了一拍对角线 这两对选手在身高上有明显的差距 两打放 招招 前沙后锋还是没有奏效 腊誉春的这分球显得有些可惜了 正手的一个放网 edge 招 哦 球分得不错 软掉一拍 李军会后场 还是软掉 软掉中路 中杀 直线 攻防的转换 分得不错 戒外球 刘宇晨也在提醒后场的李军会 说这是一个戒外球 这个回合双方打得都非常耐心 第一局是11比9 李军会和刘宇晨领先 进入到了技术间线 李军会和刘宇晨是2018年 世锦赛的南双冠军 现在也是中国羽毛球队的 南双第一组合 一号场地20秒 一号场地20秒 继续比赛 11比9 继续回到比赛 刘宇晨发球 发抢战术打成 接发球接得好 谢浩南这个回抽的这板对角线也很有威力 防得很耐心 这拍球杀了一个追身 落点很坚 李军会发球 谢浩南接发球 反派的一个挡网出现了失误 刘宇晨挣扎出来了 耐心防守 球没有分出去 谢浩南和陈旭军是本次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的浙江派出来的第二队南双组合 第一队是周浩东和王场 周浩东和王场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比赛也是慢慢地建立起来了默契 陈旭军这拍球其实在网口上他已经预判出来了 但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对手的放网质量非常高 还想去抢网的话一犹豫就已经失去了击球的最佳时机了 第击比赛的中段刘宇晨和李军会把比分给拉开 15比11领先4分 还是想去抢网口 全力中杀 后杀前锋 这个就非常典型 发洁之后的这个前三板球 信号南和陈旭军根本占不到优势 陈旭军的后场 全力杀直线 这球杀下了网 显得有一些着急了 调起来 调起来 蓝调一拍 轮转 好球 刘宇晨的这几板球防得不容易 男子选手在往前的连续的几板杀球 刘宇晨还能防住 确实是体现了不俗的防守的功力 但是防守分不出球去 最后的结果还是输 20比13 李军慧和刘宇晨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1比13 李军慧和刘宇晨先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两局的胜利 第一局的比赛 李军慧的体能消耗 要比队友刘宇诚更大 西浩南和陈旭军 第一局主要的战略 还是在前三板的发抢上 因为他们也知道 发抢如果不过关的话 就只能去面对 双塔组合的这种权力的杀球 和杀球上的变化 比赛就会打起来很被动 但是在发抢上 其实两队组合在实力上 也是存在差距 所以比赛打着打着 显得这对年轻组合的办法 越来越少 第二局的比赛 刘宇诚先发球 先好男的这个前场 显得不够硬 往前球还是要拿得更硬一点 这球界外 李军会判断的很准 及时地躲开了 你看在这个回合球当中 都是谢浩南和陈旭军的机会 大部分还是往前球的机会 都不能这个下压得分 好球 这分抢到了 头发一个后场 蓝掉一拍 软掉 抢网 刘宇诚的这个抢网抢得好 放网之后的抢网 因为放网的质量非常高 所以刘宇诚的这个抢网的意识 非常的坚决 中杀中落 蓝掉 刘宇诚在后场 杀直线 杀上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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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西号南和陈旭军感觉 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 中前半场的竞争 我抢不上之后 我就去挑后场球 后场球刘宜辰和李军慧的进攻威力 越来越大 所以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了 打得越来越没自信 第二局开局 李军慧和刘宜辰6比1领先 这花接得不错 这球是谢浩南接的 后发球7比2 上 起位 没手没手 后发球3比7 谢浩南网口还是犹豫 这个球还是犹豫 还是要打得更坚决一点 这个网口球到底是要去抢网 还是要去软挡一下 显得很犹豫 陈旭军中杀 没有连贯上 这球刘宜辰和李军慧 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球 好球 谢浩南这球在往前的封网 注意到了对手的空档 而不是说一味地去发力 打得一定要越来越冷静 而不能去发蛮力 李军慧中杀直线 幸运球 9比5 刘宜辰的回球擦网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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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慧和刘宜辰的主要对手 像印尼的组合 印尼的老将组合 阿珊和亨迪阿万 还有吉丁和苏卡木约 以及日本的组合 渡边勇大和远藤大游 这三的组合在国际上 实力还是很强的 好球 刘宇辰再一次抢到了王口 反拍的一个回撮球 质量很高 杨宇辰脚下没有到位 他这个脚下没有到位之后 初拍想滑板的一个软调 这拍球没有过往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脚下没有到位 这球又打穿了 打穿过李俊慧的头顶 9比10 谢浩南和陈旭军把比分 追到了只差一分了 借外球 刘宇辰显得有一些耐心不足 这段时间 面对李俊慧的这个后场杀球 还有刘宇辰的前场的连贯 谢浩南和陈旭军在防守上 就显得很耐心了 半场球啊 平手快挡 软放一下 11比10 第二局的中段 谢浩南和陈旭军 将这个比分反超 11比10 领先一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这段时间 在刘宇辰这个手上 15的球稍微显得有一些多 刚好利用这个间歇的时候 也调整一下 1号场地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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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比赛 11比10 1号场地20秒 谢浩南发球 9位 没有经验啊 谢浩南发球 刘宇辰接发球 这段时间 刘宇辰还稍微有一些小起伏的 谢浩南发球 这些失误了 12比11 接发接得不错 软压 还是拿住上手球 这个反拍的一个下压 反拍的 其实这是一个软档 谢浩南的这个中场球 好球啊 好球啊 写浩南整个在这个接发上啊 接的还是不错的这几分球 因为他身高并不是很高 所以降重心之后全是一些上手球 都能够形成下压 但是他的连续的这两个发球了 可能是因为发球的压力过大 手上偏紧 对于发球的质量要求过高 两个发球都直接失误 陈旭军挑后场的高球 这球长出了底线 15比13 李军会和刘宇晨领先两分 其实刚才西浩南的那两个 发球失误真的是挺关键的 现在这对年轻组 还是要有点情绪 长长士气 杀完球之后也没有呐喊 情绪并不是很高 这是西浩南在后场的 一个全力中杀 好球 这一排抽得好 挑起后场高球 李军会中杀中落 这个挡网的质量非常高 所以刘宇晨在连贯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 最后挡网的质量确实是很高 过往点很低 陈旭军发球 写好难 虽然身高不是很高 但是他在后场全力起跳之后 这一板中杀 球速还是很快的 他的弹跳非常好 这是一位左手持拍的选手 刚才是直线打出了空档 正手推直线 刘宇晨判断出现失误 17平 接下来将是整场比赛的关键比分 17平 谢浩南和陈旭军骑着防守的 这个分球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个球 谢浩南 这个反拍的防守要求太高 想摆脱啊 就只有这条角直线 露球了 谢浩南抬头看了一下灯 可能是被晃到眼睛了 跟下来 里面准备了 第一次 我说 我说 你叫我说 我不把你 这一切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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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我说 我说 你真是 我说 我说 你真是 关键分西浩南来发球 后场球没有挑到位 其实陈旭军这几板球 顶得已经很不错了 第一板西浩南 率先挑起的这个后场的高球 有些不太到位 20比18这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最后一分球 西浩南还是显得有一些着急 这样的话李军慧和刘雨晨 在本次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的 这个男双的首次亮相 就是以2比0的这个比分 轻松地战胜了来自浙江的 年轻组合西浩南和陈旭军 进入到了下一轮 我们上次休息一下